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 交易体系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 分阶段有步骤的逐步推进碳市场的建设 最终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那么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这个词大家可能是比较陌生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重点来解释这么几个问题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 首先一个究竟什么是碳排放权交易 为什么要交易 如何来交易 那么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碳排放权 碳排放权指的就是企业在能源消费的过程当中 可以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总量 或者说允许你排放给你的一个配额 这个叫碳排放权 那么碳排放权交易 交易的就是碳的排放权 或者是配额 那么究竟是怎么来进行交易 我们也来看一下结构图 首先是政府要来确定当地减排的总量 二氧化碳的减排总量 然后再以配额的方式发放给企业等市场主体 那么企业之间 那些减排困难的排放容易超标的企业 就可以向那些减排有成 然后配额有余的企业来购买碳排放权 我们打个比方来说 比如说有一个单位 每年它的碳排放限额是1万吨 但是它通过技术改造 它减少了碳排放 所以每年的碳排放量只有8000吨 那么剩下还有2000吨的余额 那这个余额就可以通过交易来出售 卖给那些排放容易超标 然后配额不够用的企业了 那么通俗的来说 就是要想多排放温室气体 那你就要多交钱 那么减排有成的话 有配额还有余的话 那还可以换钱 为什么要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 究竟有什么好处 交易具体又是怎么来实现的 有什么样的换算标准吗 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碳排放的约束来看 主要是两种途径 一种就是行政的途径 一种就是市场的途径 那么可能我们之前 更多的是采用行政的一种途径 从市场的途径这块 我们一直是在探索 全球有不同的区域 它有不同的碳石厂 那么从现在来看 每个区域的这种碳石厂 它的发放的规则和标准 其实不太一致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框架是一致的 你比如说以什么样的标准 或什么样的规则去发放 碳交易的这么一个配额 以及如何去组织 这么一种碳排放的交易 它在一些基本规则上是融通的 比如说一个企业也好 或者是一个制造企业也好 一个公司也好 它的基本的配额的这种发放 可能是会跟它前几年的 它的排放的实际情况相关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 之前的几年 每年都是排放100吨左右 可能你的配额 最后下来也可能是100吨左右 应该是不会超过100吨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折扣 它通过这个碳市场 是通过持续的降低 你这个企业的碳排放的一个配额 从这个碳市场的碳管制的 这么一个角度 来实现促进企业 逐渐地实现减排 好 毕竟 毕竟